中視夜間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 帶您來關心陸軍步兵學校 在昨天進行T85榴彈槍 訓練的時候 造成兩名學員被炸傷 手部跟頭部撕裂傷 其中有一個人頭盔還變形 沒有想到案情疑似大逆轉 案發之後 兩名士官原本聲稱 當時在靶場內並肩走在一起 並沒有觸摸或踩到異物 也沒有發現了 像榴彈等物品 突然就發生爆炸 但這兩名士官神色有異 他們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一個人手受傷 另外一個人是頭部炸傷 最後兩個人才說出是因為 在現場撿到衛爆彈 撿遲之後互相開玩笑嬉鬧 拿衛爆彈敲頭盔所導致 不過軍方的發言人表示 全案仍然在調查當中